你们是从奥特马去的对吗? 是,那样车 那我有东西可以请教一下你们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啊,这边有位置在这里 谢谢 那其实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 平时开车用什么汽油会比较好? 嗯,这个问题很好 首先你开的是什么车? 哦,我开的是Bertura My V 对 平时你的使用是比较多城市驾驶啊? 还是比较多长途驾驶? 呃,我多数城市驾驶啦 就是可能KL Clank 这样子来回跑 然后偶尔会出波,出席一下Event 嗯,这样子你很多时候会在塞车 塞车的情况里面吗? 呃,也还好啦,偶尔咯 诶,这样你的驾驶行程有点跟我像啦 因为俄罗斯平时做工,不进去,不进去 有拆孩子上学 嗯,然后我是用PHP的95 这样子用这个油会比较好啊? 呃,自从用了这个油之后 我觉得它的那个 engine 的声音 比较smooth一点 走走停停的时候 那个声音你会感觉像没有这样抖 也比较smooth一点 这样子的话,我其实我也是用这个 VHP的那个Infinity 95 然后我驾车的 这个用车方式感觉是有点像啦 可是我,因为我是Johol人 我会回Johol 然后我用了这个油过后 我是觉得这个油 如果我是开长途的话 那个range 会比我之前用的油更长 所以它会更深油 哦,会更深油 那想问一下Round 95 和97 在performance上面有什么差别? OK 这个Round 95 跟97 呢,在动力方面 是一定会有分别的 就是有时候你会听到别人跟你讲 诶,我打97 比较有力一点哦 95好像没有什么力 这样子 其实是,这个感觉是正确的 OK 因为我们在大多数的车款里面 现在比较新款的车啦 音机里面它都有一个sensor的 哦 它可以知道你打什么油的 哦,是啊 对对对 如果你是打95的话呢 这样子它 我们车里面的行程 车里面的电脑的ECU啊 它就会调 你95的动力给你哦 哦 可是如果你的 它detect out你是用97呢 它就会给你另外一个输出 就是97的输出 这样子 因为97它可以更有效的去做 那一个燃烧的动作 啊,所以它就可以给你97的道理 这样子你就会觉得车比较有力啦 啊,这样子又有人跟你讲 诶,我打97也是一样的 其实很简单 那打97可能一样的话呢 是因为它的引擎可能已经比较老旧了 或者是已经有忌探的问题在里面了 那你自己本身是用什么油 呃,我自己本身是用97 因为我用97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performance 还是什么 虽然是有那一个成分在 是因为我每天的路程 是10公里罢了 哦,10公里,那么短 对,我就是我去公司5公里 我回家5公里 然后一回到家老婆就不给出门了 哦,OK 对,不然的话就是偶尔会去Servant 跑一下 所以我是用97 用97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很多的路程都在塞车 嗯,都在塞车的时候 就是那一个时候呢 就,你需要很干净的一个燃烧 哦,OK 啊,然后那一个97的油呢 就是可以给你的引擎更干净 就不会有忌探的这一个问题 哦,这样我刚才听到你一直提到忌探 它其实是,是什么来的 这样子这个忌探这个问题呢 由我们的Chim Charge Performance Direct Injection Direct Injection 的车主来介绍 嗯,OK 因为这个鸡汤我先跟你讲 鸡汤是什么东西啦 鸡汤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Engine在走的时候啊 那个汽油是这样子的 进来燃烧的嘛 它是做一个燃烧的动作的 所以燃烧的过程中 有时候它会燃烧不完 那个油没有烧完 所以就会有这个残渣 留在引擎的内部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鸡汤啊 好像BubbleQ的那个黑黑的东西这样子 OK 所以我的车有这个Direct Injection 这个技术 我们叫它缸内支撑呢 它对这个东西就会比较讲究 如果我用的油稍微比较 没有那么干净的话 它很容易就有这个基盘 长眼下来其实对这个引擎的运转 因为里面有东西 然后又粗粗这样子 所以运转方面 它会比较没有那么好啦 影响到这个引擎的Performance 而我本身呢 又是时常到处跑的人 我有时候会从BubbleQ去Cheraz 而有时候会去PJ找朋友这样子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BHP的Infinity 97 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配方是有这个 可以捷径引擎内部的这个Formula 所以长久下来 鸡汤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引擎运转比较顺 Performance也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子听起来还蛮不错 这样其实使用95或97 其实也是看自己的个人需求和使用好嘛 对 其实你也是可以交换使用的 对 而且BHP的这个95和97的油啦 都是EURO 4M的 所以它们里面的这个sulfur 就是硫磺 是叫硫磺吗 硫磺的成分是比较少一点的 因为其实这个sulfur 会造成引擎里面的这个acid 也就是它的这个酸性会比较高一点 如果你硫磺的这个成分比较低的话呢 引擎就比较酸 长久下来其实对引擎的构造那些也会比较好 你的引擎说命就会比较长哦 走得顺然后也比较长命 照顾起来也比较容易一点 对 其实在台放的话 这一个sulfur低的话 它对台放是比较低的 对对对 就是对我们的环境是有 对我们的地球也是有贡献的 对这样子衣服就可以滑一点 滑一点 这样子听你们这样子讲 其实用95分97 其实也是看自己怎么使用啦 也是可以交替使用的对吗 对其实主要是看自己的这个用法 很有需求啦 对 就是看你自己本身 反正我们已经给了你四个例子 城市搬根本的 像我这样子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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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去一下supan的 不过我的城市驾驶都是在塞车的那种情况 我都会用97的 嗯嗯嗯嗯 用95其实也没有问题啦 好像改我们讲的这种CVDiver 你用95甚至可能还可以更省油 对啊 当然97也有它的好啦 就是它可以接近这个引擎的内部 像我刚才告诉你的咯 嗯 所以真的是看自己要求 明白 嗯嗯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啦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可以留个电话告诉我们 可以可以没问题 KVD shes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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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